好,歡迎收看今天的動漫無親人,我是主持雪凌 又說2啦 贏人者 撈人甲 那今天要說... 都說了很久說要說的 不是,很久沒說過的題目 我們這次說的漫畫題目 就不是腰斬畫畫家,是成功漫畫家系列 是人生猶家 啊,赤重建 嗯,漫畫家系列 應該說這次是第三高 之前說了和宇新聞 說了這個... 葉公雲 之前那兩個比較悲情的人物 不是啊,現在... 你現在有一點劍心在重製 不過那個重製很順 不過我們不是今天說這些 我們是說赤重建 人生現在太出名了 對,赤重建 說他老婆,赤重佳音 你可不可以先說正題 好,赤重建老師 大家應該很熟 畫過魔法老師 以及這個信青火 東廁房客的作家 其實那個... 你講那個中文名字 其實你講那個中文名字 其實你講那個中文就算了 對,你講那個中文名字 對,你講那個中文名字 去看,但是發覺不是鹹書 但都能看完 十幾卷 是不是很失望呢 但是他後期不是有警告字眼 在書上 台灣的定力給他怪 正常都加了十八咀下去 不是,他有一些插邊球的感覺 或者是這麼說,因為台灣的定制問題是這關,我們試一下再說吧 赤松健在少年周刊Magazine 之前我有講集英社,Magazine我看有空會再講一講 又開一集來講,轉頭 我猜到就不想講,收工沒有講,我不想講A夢的歷史 好,這個就是東京都,他當年是拿那一套新人獎一樣,都是拿新人獎 但新人獎那套出不出名的? 不出名,也不知道 第一套正式連組好像是電腦情人幕 電腦情人幕? 電腦情人幕 他是當年出的,但當年好像倒閉了 根據他又說,當年是周刊年式連載 但他發現是說不及的 他自己一個話說不完 好像爆慢一樣 有些人在讀書一路讀書一路畫 是說不及的,然後發現不行 然後怎樣?我轉月刊 後來他轉月刊年式連載 他不是斬了,但轉月刊 算是斬自己 應該是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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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是斬自己 那當然是斬自己 之後你不是真的畫純情晃東 他中間畫了一些短篇 短篇的短篇,然後才開始純情晃東照畫 但他中間的短篇好像不太知名 好像沒有聽過 很隨便,我好像找不到合集 至少找不到 但他最出名的三部就是在那裡 如果大家找到他的短篇 就可以跟他說 因為我真的找不到 不知為何 你說Love Venus 其實是出了短篇 之後再轉長篇 其實是 Love Venus 當然你說是 第一套 講為其他讀者知道的作品 當然你說這套 其實這套是沒話說的 一男多女 一套胡鬧的愛情喜劇 咦,是不是真的跟今季那套櫻花莊差不多 我又覺得不同 櫻花莊其實是有話說的 尺寸山太遠,櫻花莊很小 這套很大的 差不多 尺寸山太遠 因為純房東 其實就是這樣 江主角 不知道叫什麼 葡萄 葡萄警太太太 那套櫻花莊 那套櫻花莊 考東大兩次都失敗了 但又要死都要考 因為東大有幸福 他不知為了什麼 他不知為了什麼 他說他跟一個女生約 一起去東大 我覺得那個女生就失敗了 不管他 考東大 沒所謂 那他去東京 那他去東京 那他去東京是說阿婆的阿婆的妝 妝 妝妝 原來那個妝妝是女子宿舍 男人禁止去 那他應該不能進去 不過因為阿婆 家製留下他做管理員 那這些場景應該是扮女生的 現在就是 當年沒有 他包租公來的 用什麼扮女仔 不是 正常的 哇雜誌那些 一定要扮女生 沒錯 那些少女漫話那些 就會出著這段劇情 你要留在這個妝 就要扮女生 你不可以被人發現 不過你說什麼的 我覺得赤松健的作品 當然那個書名 是令到很多人有遐想 包括某二 哈哈 什麼呢 但是呢 其實呢 我這樣看的 其實赤松健的畫風 其實是 就算怎麼畫 他都畫不出一些色情類型 因為其實 本身你說線條比較簡單 其實好像喜劇形式 好像說 突然之間失足 又不知道 扯掉了條裙子 甚至有什麼 什麼盧下內褲啊 那些 那些 其實 應該這樣 這類型 所謂的殺必死的鏡頭 我自己這樣看 就是 對比你說其他 的漫畫家來說 就是 一是又覺得好笑 一是覺得無聊 但我又不會 完全沒有想過 很性感啊 或者什麼 他畫的話 給不到那種感覺 不是 實用和不實用 有些專業名詞的東西 真是 真是 真是很簡單 今天你的partner不在 你要自己表現 他partner是誰 不要理會 大家拿回 紫崔健太郎的畫 露落的畫 和赤松健露落的畫 兩個不同級數 你不可以這樣比 所以 因為明白 級數差多遠 你這樣說 應該這樣說 我會覺得赤松健在 勾畫個女性素體那方面 是平坦的 是像一個人的素 就是普通一個人 他畫一個人形的素體出來 多於他想勾畫一個女性 因為 你好像說的 你比較的 你 無論你說 刺吹也好 或者是 天上天啊 大衛無人 其實他會很刻意怎樣勾畫一個女性 或者一個男性 他們勾畫男性都很厲害 勾畫男性 即是肌肉 類似的東西 還有身體 還有身體 軍鏡和視角不同 是的 但你看到赤松的作品 其實看上去 很多時候是很平面的 你會覺得那個角色 那個迫力 就算可能出大招 或者被人用一拳窩 然後 他畫的處理手法都是 但是 被人像Luffinix 那樣的 打一拳 飛了出來之後 變成星星 他不會有那種 當然 在他這個類型的作品裏面 他不應該會有這些 但你說 去到魔法老師之後 他有沒有改善了這個問題 其實他也是沒有 他沒有 但他和我 我看到他Luffinix 和魔法老師 有一個畫面 我都是覺得 我永遠看上去都是很奇怪 就是 阿雪瑩剛才這樣說 被人打飛 那個打飛 那個是女角來的 那他應該是為了特意 老內褲的畫面 那他就變成 內褲在前面 然後他好像 雙手攤開 那個人向後 我經常都覺得 他是 斷開了兩折的人 我是覺得他畫不到 這個鏡頭 喂 看大體自趣 甚至 你說 我們之前說過的 葉功雲 其實 反而你說 如果 單純以女性的 數體的構造 葉功雲的功力 甚至高於斜重建很多 但葉功雲 粉滑一下他 不 你說 他們確實得像 葉功雲 畫出來的東西 其實你說 就算說 他有路內褲 或者是 摸空的東西 其實 但你畫出來 看到 雖然 都是說 不像你會有色情那種 或者你會有 令你有遐想那種感覺 但是 至少他勾過 女性數體出來 你會覺得 這個真的像一個 女性數體 多於他 眼斑斑 你會覺得 其實男性和女性 其實一模一樣 因為那個字是娃娃 來的 其實只不過是 赤松 我覺得他會有這個缺點 尤其是 做一些類似 輕鬆小品 在Love Henness裡面 即是 他硬要做了很多 超 超 超越了人體功 有些他硬要做一些 又要打架 明神流 明神流 或者 之後 景太郎又學了拳術 那類型的東西 你會看到 其實 那個感覺 其實 不是很好的 即是 你會看到 打 又沒有迫力 真是說 搞笑 那些 所謂的 畫面裡面 是不是真的給你那個感覺 又不是 真的給你那個感覺 是完全是平面的 嗯 這個我覺得 是你說 本身赤松 其實我看成員作品 不是說他畫得不好 有時候我覺得 是 表達方式 表達不到出來 他的畫 我覺得是 很平面 當然你說 去到魔法老師 我覺得是有進步 不是 是助手進步 是助手進步 是助手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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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都不反應 這件事 是助手進步得不錯 可能換了 即是 不是 但如果Luffinna 也有這個問題的時候 其實 你覺得讀者為何會 有興趣去看這部漫畫呢 應該是 挺受歡迎的 Luffinna 我真的不知道 其實Luffinna 我覺得最大的轉捩點 就是 去到大概第七期左右 因為其實 是說 景泰林再一次命羅孫生 不知好像三次第四次 對 總之 最主要是 這套東西 開頭看的時候 都OK 好像一個 你當是愛情喜劇 鬧劇去看 這樣 可以沒問題 其實Luffinna 東美去到很多人都覺得 赤松是很sharp 是一個什麼的人 那些人覺得最sharp 因為他娶了一個很漂亮的老婆 其實 這件事 後話這件事 很重要的 在故事結構來說 你會看到 他在第一次 撥完 再撥一次 他撥了三次 在Luffinna 這個故事裏面 的同一個橋段 就是東大這個橋段 你意思是東大 又失敗 而中間裏面 老實說 對我來說 這套東西 其實第七期已經是完結了 他拖下去 最終他是去到十四期 他多了七期出來 正常 你看我法律師 都比他厲害 也比他厲害 當然你說 因為他說 他裏面 也有很多女角 跟這個男主角 警太郎裏面 有愛 不要說愛 外務也好 傳敬也好 有一點感性 或者有一些類似 產生愛意的感覺 就利用這些 對我來說 是騙時間 的方式 去 直到十四期為止 因為沒有記憶 好像說 最大的問題是 當年跟警太郎 約定位 東大那個女生 是誰呢 他都在東京 都在東京 其實 其實是壓水 壓水都知道 壓水都知道 是對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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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總之他的再生 就是叫名的菜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每一樣 都是 但他受歡迎 是否因為罵劇 因為有時候 有些人看馬 不用腦的 不是喔 為了輕鬆 是否用了 但說是他罵劇 我不相信那時候只有他一本 應該會有很多同類型的作品 但是他怎樣可以在同 其實你說劍劇 是成也 畫風 拜日畫風 在畫風上 那些人會覺得簡簡單單 又不會去到 很浮誇 很誇張 簡單到你會覺得 畫技是撤裂的地步 你會覺得 喔 不過不失 尤其是你這類型 其實他有 其實我覺得 赤松也有少少踩 他有少少 我個人感覺 他有少少少少女漫畫 的 畫風 其實他側向的話 其實他是少少少少少 其實他兩面的能力都能夠 我會這樣去看赤松健 反而是 他基本上就是 他的target market 會變大了 笑男也可以 笑女也可以 而他的故事其實 男女都剛剛看了 可以說是 而你的景太陽畫室 其實就是 典型的 眼鏡男的角色 考試失敗者 眼鏡底下 其實是一個型男 然後有很多 眼鏡底下是一個型男 眼鏡底下是一個型男 沒什麼好似 好像不同 漫畫的其中一大定律 就是 四眼角色除了眼鏡 是一個型男 不是的 除了四眼角色 除了眼鏡不是內流嗎 兩個都有大眼鏡 除了眼鏡 就變頂 內流 不是景太陽 我記得 不好意思 說完 你不是當空之境界的黑童幹野 除了眼鏡 那是個案 黑童幹野 他本來是眼鏡 也除了眼鏡 本來是眼鏡 你是不是假裝了 那個鏡 因為其實你說赤松本身 之前有馬都說過的 他受不了週刊連續 所以剛才說 他在漫畫的分工上 是分工得很明顯的 他負責勾線 他畫草圖 建構畫面 其他被助手架 那些是助手 還有赤松有一個特色 赤松是喜歡用電腦去畫這個 因為他對電腦的業界 所以你會看到 雖然人物是單調 但是為什麼在構圖上 你都不會讓你感覺 甚至你會看到 Hunter x Hunter 一個白色的畫面 Hunter那個是悲劇 因為其實赤松在背景方面 好像剛才說 用電腦方面 其實他搭救了畫面 令畫面更豐富 所以很多時候 如果大家回去看 Lafinus 或是在魔法老師 他是很喜歡拉遠景 魔法老師比較多 Lafinna 其實後期才多些 魔法老師最多 尤其是大魔法師 尤其是在魔法師 尤其是在二世界打的時 大武鬥場 整排人的背景很大 很豪華的 就是電腦來的 而你說過了 Love Peanut, 我不記得大概過了一年了 然後才出《魔法老師》 中間就有一篇的, 記得嗎? 《 Love Peanut》之後應該就有一篇吧 應該都不是隔了很久就可以了 剛剛完結的時候就差不多已經有消息說 在畫別人看東西了 然後就有劇, 最重要的畫得最久的 壓錢壓得最久的作品就是《魔法老師》 但我覺得《魔法老師》剛剛出版的時候 我覺得是他很有Love Peanut的影子 但很悶喔 根本上就是一套《 Love Peanut》的學原版 學魔法版 學魔法版 因為你看到的其實, 你說什麼 我可以說的, 整套《魔法老師》由第一期到最後那期 你對比畫功, 我不肯定是助手還是從後進步 至少就是在人物的動態上真的有進步 因為可能畫得多動作 真的有進步 而你說, 最大的特色我覺得就是 在魔法老師裡面用了很多3D處理技術 因為其實, 赤松是真的把整個學校 整個《魔法老師》裡面的學員的學員 他做了一個3D模式出來 而他裡面很多時候就是 他自己在漫畫或者是後紀 他自己都有說過 他是在那裡 prevent了一張景物圖出來 然後再在上面畫一些人物上去 其實這個對他是幫助很大 而就是要為之一會兒 為什麼魔法老師的背景是做得那麼仔細呢 而就是大大捕捉了他人物的歐圖 那個藥行 我覺得完全是捕捉了 所以你會覺得 魔法老師完全好像驚為天人 完全不同了 如果看單行門就知道 即是你見到當年 《純靈火燈》 他有設定背景 用手畫 魔法老師是用電腦稿的 但這是省錢手法 例如今次場景 我要天台的一個角落 即是 好像學員祭的那一年一樣 天台的角落 就這樣把那個技能放進去 就是玩單 我覺得其實 我都是看結果論的 我覺得沒有的 你善用你自己用的東西去做 即是難道你每個都是 好像《Gatbacker》、《零賴蜂人》 每個在那裡 還有《鬼眼狂多》 作者那樣 畫到背景都在那裡 雕花 每天都在那裡 每個都有那麼多時間 還有畫工 未必都有 還有很多時候 就算畫那些漫畫家 其實他們都是基於 把照片的素材 再勾出來 當然你說 他最終是用電腦 他省 他不需要用太多 所謂職業漫畫家 要需要的技術 他可以做到這件事 之前的漫畫家 是可能用 跟電腦 再用電腦 再用電腦 轉過場的 copy 當然 不是說沒有弱點 而見到的在魔法老師裡面 其實 我想你看爆漫 或者什麼 他都有說過 用線方面 其實他沒有所謂的粗優線 他裡面其實 你用現在的比例就是 無線的高清 他沒有前後景深 這方面會比較弱 你好像看到 全部都是高清 背景都高清 人都是高清 看下去之後 就說 我的焦點究竟是哪個位 其實我覺得 你說魔法老師初期 這方面是超弱 完全是弱的 因為我看到 警方和人的線一模一樣 我究竟 老實說 你不是自己有邏輯思考 你就這樣看覆畫 你隨時以為 沒有東西突出 你意思是說 每樣東西都突出 應該是後景 究竟那個人在前面 在樓梯前面的樓梯後面 我真的不是很清楚 不是樓梯前面的樓梯後面的樓梯後面 最初他跟吸血鬼的老師 打的時候 天橋對面 你前後 都打得差不多 對 沒錯 最簡單 我舉回來自簡單 這個是很大的一個問題 聽說立刻保證 我記得清楚 當然你說在魔法老師裡面 其實你說開頭 好像剛才都說 一個很Luvheena式的 開始 魔法校園版 他多了元素下去 變成他可以說的 會更多 不是他可以說的 多一點 其實呢 開頭很多人 很不惜 這件事情就是 Luvheena式大概六 還是七個女兒 七個女兒 他這次三十一個 三十一個 一班 一班就三十二 我忘記了 總之就是說 你越可連載的話 你每一個月 你每一個月講一個 你都不知道講幾多年 大佬 就是你的經濟 有商業考量 有些博士沒有講到 我記得是 講得少 講得少 我不肯定有沒有講到 不代表他不在 就是應該說 那些人不屑的 就是他拿女兒來達人 最不屑的就是 那些女角 就是Luvheena式的角色 就是完全一模一樣 尤其是女主角 就是明日賽 就是和女女來流的角色 是一模一樣 他就分了幾個 然後數字就是 游泳部那個 我忘記是誰 總之每個樣 有無女 有功夫女 有書店 總之每個你都可以 就是Luvheena式 所以我一開始看的時候 我都說很遲 完全是一個版本 就是你會覺得 沒有誠意 就是完全是說 喂 你不是 所謂的千人一念 是叫做什麼 他是接過大量的工作之後 令到你覺得就是他 畫每個人 你這套 叫做什麼 名義上來講 你這套是你第二套作品 來的 你那些人已經可以 連頭髮都一模一樣 你是不是過份了少少 那些顏色 麻煩 最主要是連性格 都是一模一樣 不是 可能是因為人的初高 全部都在電腦上 所以 照樣拿出來用 那就算了 兼用Cargen 既然景色也可以這樣用 人也可以這樣用 我知道 這些東西 實際上你說 那個故事 所以一開始 因為我也是看了Luvheena 之後 然後你有新作品 我不是 Luvheena 就是我都有買 我 漫畫我還沒買 因為我買到第五 很難買 就太多了 我不是被人導演 我都要第28卷 不過我還有10卷 其實可能之後我會買 我是Luvheena 別人借給我看 就是導我入坑 然後他說有新的 照看 因為其實你說 魔法老師開頭 在漫畫班 我看的時候 因為我那時候 我都沒有追畫 連載 我看的時候 我看漫畫班 比起他作品裏面的故事 或者是裏面的一些角色 我更喜歡看他後頁裏面 整堆字裏面的魔法設定 我也是 為什麼我會喜歡看呢 你真的覺得是有成 他真的有做功課 你不要理他在哪裏抄出來 最重要 他真的有做功課 還有他有自己 創造一個獨立的系統出來 你只是看這件事 老實說 我每次我買完本書回來 我第一樣看的是什麼 我先看後頁裏面的 大哥 他每講的魔法 不是說說一段奏文的 他直接在後面解釋了 那段東西是怎麼來的 我喜歡看那些 哈哈 你設定狂 我也是 我也是 我不否認我真的喜歡設定 但最起碼就是 不要說這件事 你只是對比 他畫過魔法陣 當然很明顯都是用3D做出來的 沒有人畫得那麼漂亮 很仔細 最起碼就是 你看魔法陣 他有根據設定裏面 去做某一些調整 魔法陣的樣子 那些東西 我只看這方面 我也覺得值回票價 嗯 總比看那些 有疑似葡萄境契林 和疑似內流的物體在這裏 那你也好 而且這個故事 其實你也看到 都一式一樣 最終你說 開始有不同 就是去到京都 那個修學旅人篇 開始才覺得 咦 開始想玩大的故事 玩一些新的東西出來 之前沒玩過的東西 之前Luffinna 沒玩到的東西 玩出來 可以這樣說 因為其實 開頭想著 其實他都是 借魔法的背景 就是拿來 拿來吃一下 輕鬆一下 當然不是 拿來爆衣 你頭過三四期 他的魔法來做什麼 追到什麼爆衣 一字一字 那些魔導兵器 以為很威勁 可以殺人於無形 一個光線借完 只可以爆衣 所以你說 初期 但你說去到 跟著 有了其他 新的一個 第二男主角 也叫做 阿犬上 小太郎 小太郎 是狗來的 男主角 我還喜歡他 也很喜歡 他出來之後 我覺得 我想看他多 想看男主角 最起碼 一個 叫做 赤松的作品裡面 一個 沒見過的 第二男主角 他沒有畫過狗 看下去 起碼 都有新鮮感 在裡面 還有做了一個 敬敵 的感覺 當然 你也知道 主角一定是吃死他 你覺得 關不關主角 是十歲的小孩 問題 會不會有 頭入感 我覺得 其實不關 天才少年 但是你說去到那一節 京都三人篇 我覺得 在戰鬥中的問題 每個人都放大招 其實是 喊名 放著招 而且 我想赤松 不是太會畫戰鬥 在那個期間 他自然其說得 就像 吸葉鬼 拿出來 魔法這件事 做MP補給了炮台 剛剛 你這樣說 你就做到 你自然其說得 我沒所謂 所以 其實他初期 是拉很多遠景 就是 威力的超射程 超高射程 炮 你反而 去到近身打的時候 其實一開始 對 阿 飛 那個 石頭那個 那個 飛 飛 那個 開頭 跟他打近身戰 你會看到 是很虛的 其實 前面還有一段 前面 他打 犬上 都已經有 犬上 好像是 在結界面 不算 犬上 犬上 那一刻做得好 我覺得是因為 犬上用影的關係 打很多黑色 下去 做出來 不是他畫得好 我肯定 你們大家自己回去 都是 或者我可以形容 他的動作像 看一些 武術指導 那些 示範動作 看不到 看不到 不覺得他們正在打 所以 這件事 一般 而你說 去到這篇 之後 故事就開始 擴大了 去到這篇 就不得不提 下一篇 我忘記 為期了四年 五年的學員制 連載了 一年 一年的學員制 我說 連載期間 一個一年 一個短短的學員制 十幾天 他連載了五年 好像是 Lo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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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段其實 你說是 他突然之間 將故事 擴大 無限拉大了 世界故 但他自然其說到 他可以 他有 他有時光機 那怎樣都可以 他想Loop多少次都可以 問題 我們不確定 不過 他的學員制 這麼盛大的時候 他要講那麼多 四五日圓 是很奇怪的 當中 我覺得 你說最大的轉捩點 就是 我覺得 這是一個商品效應 來的 由開始 到契約卡片出的那一刻 我覺得 初期 其實 好像臨時卡片 我估計 其實 開頭是想著 部分人 即是部分角色 尤其是 隱藏身份 不讓他知道 但是 商品效應 每個人都要有 當然 你錯了 那些攻略之後的證明 你收到後攻 就要證明卡 後攻卡給你 你明白嗎 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 這些只是雜診卡 而已 收到三十幾個卡 多厲害 我覺得 從那個位置 所以 才會有 是一個效應 因為 已經是大量 滲入魔法的主題 因為 之前 你只是說 叫做什麼呢 他類似 麻辣教師 那類 解決一個學生的煩惱 每個學生都是奇奇怪怪的 然後 學生就對你 很信任你 變了有張卡 那些是另一回事 總之 最初的套路 到了 京都心裡面 你會看到 裡面 大量人士 都開始接觸 就是 魔法質 那方面 令到故事 突然之間 多了很多 由一個學員故事 變成一個奇幻故事 奇幻戰鬥故事 但我覺得 我看完那篇 其實我又不覺得 算太突然 都OK 其實我覺得 因為本身 是一開始說了 我們的男主角色魔法 所以 突然滲入 都不至於說 太奇怪 他用了危機包裝 即是他不想讓人知道 有魔法的存在 他那些做得都挺有趣的 但其實 老實說 他那些 用回他當年 那篇文章的 就是那些狐狸 其實就說 這個CG動畫 即是說 你不是那麼天真信 那樣就說 你說了就算 不過是 你不要用 我們正常的智慧 去評論 那些事情 他的科學研究部 很厲害 即是他裡面 CG是絕對不出氣 即是他裡面那些事 就是總之 為何會覺得 我沒有迫你 都是萬一件事 你沒有鋪牌 總之就說 我說有就有 你不要問為什麼有 總之他有 他誇張得來 我覺得是有趣 譬如說 他有一個活動 什麼愛識人侵襲活動 他用這個來包裝 其實我覺得是有趣 他是很誇張的 但我覺得是有趣 但是應該這樣說,在魔法老師,直到學員仔這裡,雖然他極力加入,我覺得加入滲透元素,但是他也在罵劇,就是因為,首先,都是那句,不會死人的啦,這套東西裡面,爆山,就是爆山就代表,不是,好像海賊王一樣,死的都是回憶裡面過去的,故事完全不會死的,學員仔,學員仔, 總之,學員仔,你不會死人,而且每個人都是欺笑露馬式去玩這個遊戲,拿點數,要攻擊四次,而你就會令到,其實沒什麼特別,你就知道,不會像我們一般看一些少年的戰鬥漫畫,不會死人,不會死人,受傷都未必會有啦,那你那個迫力,你自然一定會沒有啦 但是變成了一個危機,他可能會被人發現了魔法這件事 你由第一集,我專門告訴你,還告訴你,我隨便告訴你,其實我有個洗腦魔法的,我知道一按一個按鈕,全世界,尤其是那波世界樹是大能來的,你明白嗎 他說,嗯,在學員仔的時期裡面,魔力最高障礙,什麼都做得到,告訴你,毀滅世界都沒有問題 就是,他都說了,這件事被你做了,這個故事,去到這個時候,在寫的作品裡面都是這樣 總之,我說有就有啦,我喜歡做這個劇情,就做這個劇情出來,你不需要你怎麼解釋的 總之,他說,我說你便相信 總之,他寫了一個保險掣,他怎樣用,就是他的事 而你說,另一方面,其實,我們很喜歡用設定的東西,去到這個時候,我都覺得一步有做的 就是,有一些,很像一些,他一開始是殺有戒指,就做主角很嚴謹的,很嚴謹的,說主角是屬於運動風系的 然後,就特意教了其他,然後,越用呢,你要看到,後期就說,其實你真是甚麼都會用的 不正常啊,天才的嘛 不是,有一些細節的細節,例如說,他是主要是雷系風系,還有他的智創走文,而不是實戰那些 即是,可能要十字之前,寫好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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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T-C-T 不是,即是,他一開始,他也有,從學員仔那時候,也有做的事情,就是說,要言辭咒文,即是有戰術性 他後期之後,你是用魔法胡錦凡,言甚麼辭咒文,一下子扔下去就對了,不用跟你說那些 已經是無念了 不是,因為他已經升爆了,他已經不用再用那招 他不用再用那招過度技 其實這方面,應該說,所有讀者都知道,赤叢是不會處理這些東西的 即是,叫做甚麼呢?大家繼續說,因為赤叢不會處理,就算了,放過他 沒有所謂啊,我們看女人要用那招 不用那麼嚴謹 大人對他很歡厚 因為每天看女人,不是看錢,好嗎? 可能對他老婆很歡厚 有,要說老婆 愛我及烏話 不是,你說,女角的,我不清楚其實 在我而言,我對這麼多個女角 我都,各對我來說都沒有Coverty 赤叢,所有女角對我來說都沒有Coverty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 這個又真的,好像我真的 我當是一個角色,但不會特別喜歡哪幾個 我始終覺得赤叢是,像是執藥這樣 這個角色,他有A,他有奧嬌 A屬成,C屬成,B屬成,B屬成 所以,列在個表,扔,扔,扔,快下去 按摸,按摸,按摸,F 然後,就不容易,可能本身建基於,因為他有個program 他有個program,Random 所以,你說,他裡面最終,我看到魔法老師最有 你說,最出的,有性格,有表現的角色 书店,阿,阿,阿... 扔,那個是誰 我經常叫 扔,他的fan 對,他的fan 那、可能是查查遠 伊文 嗯 然後就是記者 阿蜂呢,阿風呢 忍者 忍者是很平面的 忍者出來,就说,喔 我已經打手,打手個是你 其實你說 真正的我覺得最出的 可能你計算的已經是 外星人?火星人? 不計算那個 我覺得了 是嗎?上年近的那個 Enter是吧 Enter是有什麼內樓 他的主線都叫做海培的環境 他的內樓是分身二號來的 他夾在女主角裡就剛剛等著Enter 我曾經以為赤松是不是這麼大膽 就是你是不是換女主角了 其實 可能本身也是建基於 他角色方面的衡量 很多時候就是 他講的那個角色 他去到那個角色 你會覺得 那個主角來了 另外那個角色是沒有了影的 在故事上 其實31個女角 簡單來說 他的處理不來 正常的處理不來才是正常的 其實計算三四個已經是極限的了 他不是好像大battle一樣 就是你幾個人一組去打 但是他最終得出來就是 因為之前你做了那麼多角色 你都沒有鋪排到 其實最終就是剛才所說的平面 始終我覺得難的 他不31個 你說31個都會打的 我覺得又好像那份一仔 日本是不是在小班教學的 我覺得那份一仔 不是31個都不是很多 於是我們讀書都是32個 我以前班最高峰是45個 這麼誇張 有在床嗎 有 所以你說那個 設定上 你說那個角色 我真的覺得說 我真的比 當然 應該是 都有很多fans 每個角色都有 直影 你說 每個角色都有很多 對 直影 對 你都說了出來 但是你說 對我而言 我真的覺得 從所有的角色 是零吸引力 嗯 而且是 不會 他不會做到一個 很sharp的形狀 給你看 這個人 一看來就知道 那種成績 因為他個人的樣子都差不多 一樣樣的 這個我認同 真的 因為太似仰 你未必會立即判斷這個 是什麼人 所以 這個 我覺得你說 是 本身魔法老師裡面的 其中一個 比較大的問題 固然 他叫做什麼呢 呃 屬性 呃 雖然我不喜歡 但也有很多人喜歡 是 那 他們各自有各自的fans 總會一殺一個都沒有 這樣很大問題 很難說的 你喜歡機人 你喜歡素人 不是 你喜歡未來人 幽靈都有 有什麼不可能 機械人都有 不是 不是 有什麼不可能 你說接著的 就是 學完篇E道 跟著就帶出了 一個很大的世界背景 然後你說 去到後一篇 我真的覺得 火星篇 我覺得這一篇簡直是 我也不知道想怎樣 其實這篇我看得到 是放棄了 我火星篇 前段會好一點 但後面 後面 可以收尾 那裡就很亂 或者是這麼說 前段在E文那裡是修痕 或者是這麼說 其實 魔法老師裡面 其實都很好著重 修痕 其實是佔很大天福 基本上 日吉的人生 就是不停地修煉 不是不停進這個 精神時光屋 打掛星等 不是 精神時光屋 修煉 而且我覺得赤松那裡應該是放了很多少年漫畫 先年戰鬥漫畫 應該要有的技術 但是他把少年漫畫應該要有的所謂的沉重負擔 全部都拔走 即是 用禁招 是不會死人的 那這個就不是禁招啦 有生命危險 其實是可以救回來的 那就不是有生命危險啦 即是很多類型的設定 而且川普 他不要說下一個鏡頭 下一閘他起來了 不是啊 他有一個很厲害的囂張 在後面 這個也是的 就是赤松本身說他最大的原因 就是我算你就算 就說 差一件什麼致命道具 就嘴你一口 然後你又是那件道具 哇 簡直是一流 這些是張人物化一個不太好的價值觀 他有那件道具而已 嗯 即是說他要追求 他追求女生 就是想要他的道具 幫他手 加上多程危機 之後就不用要了 接著是你 他問越來越多這些道具 接著你就看了出來 其實所謂那個 那個最終大魔王 都不是很了不起 其實 人多辦事啊 吹啊 不夠道具 就知道的人 其實你說我的設定設定壞了 就是你本身說 蟲子道具其實是協助式的 那些蟲子道具 簡直叫做什麼 毀滅世界級的道具 全部都是 毀滅世界應該還沒到 應該說他那些好像限定契約 好像還沒到 完全都是 不是正式契約 總之限定契約 但是他們拿出來的東西 都是說 尤其是書店那類型的東西 他們說那些說 難道這本就是傳說中說 很久都沒有人有的 他們全部都是傳說級的道具 沒有人搞的 好像我也知道 有一個階段隱身 無限隱身 那件斗篷 那件斗篷還可以做一個立體空間 在裡面 不是啊 還有combo記 那個你明白什麼 我覺得是 赤松是在那個期間 那件斗篷 你應該想到什麼 他是抄亨特 亨特是打王毅天 有一個力者 裡面的設定空間 一件為一件 你真的什麼都放得去 你真的 然後 到畫畫那個女生 畫畫那個女生 然後那本畫寶 你知不知道 其實同期 你知不知道 跟他一起 一樣有的是什麼 《Naruto》裡面 代助了的角色 用畫畫 作者用畫畫 你真的把所有的作品 全部都放進去 就是 最厲害的位置 就是我覺得 你都很厚度 你都很厚度 抄得很厚度 就是什麼 你讀新聞歷 跟著簡單易學的魔法書 那些 什麼都放進去 我覺得 首先就是 做劇情 做不到 因為根本上沒有危機 其實你會看到 就是所謂的危機 跟著就是 主角無緣無故 主角爆了多少次氣 他在所謂的禁咒模式之下 爆了多少次氣 我也不知道 那個禁咒其實是什麼 不是去到後面 已經變成了常用的幾量 所以 感覺上 你說 在一個力量層次上 其實石蟲 是不會這樣做的 我覺得 你說 叫做 真的 不過如果你不理合理道 我覺得 那幾場都 挺好看的 那些戰鬥算是挺好看的 Lothinus 我都還可以不理合理道 但是你去到 不如是合理道的嗎 我都可以說 這套是一套 胡鬧的愛情喜劇 這套也是一套 胡鬧的魔法喜劇 好 厲害 如果這樣就沒話說 那 我會感覺就是 其實 老實說 我不會 赤蟲如果有下屬作品 我不會再想看這些 我覺得 你這樣 你的漫威人生 都可不可以異巧 雖然很賺錢 我也知道 集伯家大成 肯定會有些東西 是對的 但是 我覺得就是 很悶 因為其實你說 魔法老師 我自己看的 我去到一段時間 我真的停了 因為我覺得 我接受不到 我每期看同一件事 我曾經說 我一次過 我只是討厭一次 我不想每期看一次 我都要討厭一次 因為 真的很噁心 感覺出來給我聽 很噁心 我不覺得 我自己看漫畫 因為 劇情 你說 全部都是你說 不需要鋪排 其實是 最重要是 不需要鋪排 那一刻他想說什麼 就說什麼 我覺得是 其中一個 我不太喜歡看 赤蟲的漫畫 其中一個原因 我自己會 但火星篇來說 就前段 好一點 後面好像 總是覺得 趕著收尾 什麼鬼人都扔出來 原鬼要 那個是 我不知道 火星篇前段 其實都 OK 因為他一開始全部 全都散落 全都散落 我想會十萬個情節出意 所以沒有 有啊 有觸手 不是 其實你說 我覺得 你說去到 火星篇 我最想 我看的 覺得 可能有些 有些緊臭 就是 會不會死人 一個位 打誰 就是 當 內流說 他要 要 明日蔡 要成為 要 封印的東西 然後他幾百年後 才回來 我覺得 那一刻 究竟這個故事 你是不是真的 說了幾百年 算了 你記得未來人的東西 沒有用 至少那個位置 唯一一個位置 做到劇情出來 究竟你是不是真的想這樣 突然 最後 大抉擇 大抑擇 大抑擇 所有自己的朋友 全部都死了 死了 全部都是有不死身 伊文那類型的人 還有 他最後那一節 我記得是 有說過 最後 雪港最後 還是等不到他 真的 捱不到他 回來的時候 他已經死了 那一刻 那一刻 真的 OK 這段 你真的很喜歡 Bad End 你太天真了 當你記得超雷 這個角色 發現這個劇情是廢 當然你說之後 我看到之後 我說了一句 我頂你個廢 我發覺樹苓 你真的很喜歡Bad 一定死了 悲慘一點 我不是Bad出來了 一個漫畫 固然 我不是不喜歡 有些遺憾 有些遺憾會比較好 你有得就必定有失的 我覺得樹苓應該是 覺得是一些不夠現實的Ending 即是太科幻 太脫離現實的 不是 當作品有點遺憾 留下 你需要有些回憶 你覺得這套日成一看過 都不錯 有沒有 你太超過你 我不要說 太完美了 你代入感 應該說 赤松所有的作品都很夢幻 所以說 總之他吃光了 成人買敵士 你要明白 作為一個人生贏家 是很難去感受到 一個人生贏家 應有的感覺 即是你要他們一來分 才會見那些人 或者是NCR 可能他會有高力 這個其實是 你說夢幻 夢幻 我就想起敵士 但如果他現在是這樣的狀態 即是青少聯版的敵士 那我不要給他那麼高評價 我覺得他那種很理想鄉的形式 你會覺得這套作品 我最後記得什麼呢 就是記得一些不知所謂的劇情 即是你 我想你 不是 很難說的 我覺得他寫的 他擅長的都是喜劇的形式 那他反而是這些 平靡無奇的 我覺得喜劇有喜劇的寫法 但他這種我覺得不是喜劇 喜劇不是說你面面俱緣 那樣東西都是贏的 我們看很多 漫畫的喜劇 其實都有很多 不少 我覺得你說 一定是要那樣東西 你都要拿 你那樣東西 總之那樣東西 蘋果同產我都要了 現在怎樣 西瓜你都要給我了 有一次針對他是人生贏家 我不是針對這件事 我一直以為這件事沒什麼感覺 你真的很討厭他是人生贏家 但應該說 在他的人 他的經歷裡面 我覺得他未必可能會感受到這件事 所以其實他寫出來的作品 我覺得總是他 他那個結局 我覺得就是說 很多人 你看一套作品 你會覺得一套作品 好的結果 一套漫畫作品 你看完之後 你會有些回味 說 某些位置 究竟這樣又會怎樣 或者說 他這個故事 完了之後 究竟還有什麼發生 但是 你這個故事 他已經一個人生贏家的狀態 你很難想到之後 還有什麼可以 除非你下個句 他就說全部死了 不是說得太死了 不是這麼好的 你那個感覺 他 可以這麼說 他不懂得收尾 其實 赤松也是不懂得收尾的人 應該是他 他最後好像很廣鬆鬆 就是說 他鄉下的石化人像 又加斷了 他爸爸又加斷了 什麼都沒有了 這個我覺得是 有點奇怪 他尾段的時候 尤其是最後的兩集 如果以單行本計的話 其實我已經 很多劇情都是 他有很多劇情 感覺上就是 他被人腰斬了 那種感覺 就是你快點結束 如果不結束 他爸爸那段 都不太清楚 因為他爸爸應該是跟 最後魔王 什麼鬼 最後不知道說什麼 他媽媽那邊 有沒有說到 很多東西都沒有說到 所以實際上 整個感覺出來 就是 我看赤松的漫畫 我不會覺得自己會看漫畫 沒有我看漫畫 那種感覺 因為很多人都說 整套漫畫 真的說 起承轉合的起伏 他幾乎是沒有 後宮漫畫 不適合你 後宮漫畫 有些人比較 很多人都強調和他比較 就是 這個齒吹同 齒吹同他 都是說 後宮作品 為什麼有人覺得齒吹是神 當然 不要管他有沒有被人 NDR一個人 這些是個人月曆的問題 或者個人人生的起伏問題 跟他的作品 未必有很直接的關係 但是 你做出來 最終 表現的漫畫 你以事對事 給你一個感覺 你覺得 你看看齒吹的 你在看漫畫多些 還是你覺得 你看看赤松的 你在看漫畫多些 我覺得是看漫畫的感覺 赤松給我出來 當然他是一個漫畫界 但是他畫出來的 我覺得 一直想看漫畫 純粹是不喜歡的 我覺得OK 我又沒主要討厭他 我覺得OK 我又沒主要討厭他 除了是美電 收得太急之外 我覺得這套 我覺得應該是關乎他 要開這間新公司 大家知道 他在ITERN上面 有一個JComet的APP 他自己做社長的時候 他有 將一些 舊的漫畫 但是出版時 又是都不肯出 但是拿著版權 死不放手 慢慢收回來 然後就經常電子書 打廣告免費 被人欺負 因為 有人都知道 日本有些專屬契制度 他漫畫版權 是被周康馬 拿了 一定要假場合約 拿回自己的版權 才可以拿回來 反而有些不爭 叫不開心 然後就 剪掉魔法老師 傳聞就是這樣 我不清楚 哇 那都是 背後很有權力 因為我記得 他離開 周康馬 發表之後 立即開室公司 差不多是 其實他本來不想完 可能有些問題 可能是版權問題 不知道 因為其實 你講的赤松 這個設定角色多 以及他的商品都真的多 其實你說 在一個漫畫作品來說 尤其是魔法老師 商品真的多到臭根 動畫很奇怪 有OVA 沒有看的 動畫 其實我覺得 有效率 沒有看 他厲害在一件事 就是 通常一些 相關關聯的 一些動漫商品 通常是 故事裏面有 那些東西 然後才做出來 我覺得 最大代表就是 連一些 未有契約卡片的人 的卡片都可以出來 連整個故事都還沒有出來 然後 就很多人買了 最重要是 你商品法裏面 就好像 這些卡片 放在CD裏 你要收窄就全部 你就買了 就買了 這方面 是 赤松 我覺得他那種 商業 化考慮 商業玩法的 寫作手法 我覺得 這套 我覺得他們是OK的 但是 對於讀者來說 他是不是真的 一套好的漫畫 我覺得 我又不可以這樣說 至少你說 就算有一些 漫畫真的 可能說 名氣 真的完全不及他 但是我看上去 我的感覺都會 好 當然你說錢 是另一回事 這件事 觀念問題 當然你說 你 怎麼樣 是不是要花點蝙蝠說 說他 他老婆 一定會說 他說 他說 人生贏家 不是他媽媽的 是他老婆 你搞錯了 你 你其實是副事 現在才是主事 說他老婆 石場街上 什麼 女子大學生 最多都是他老公 然後叫人分 你說死了 但是你還沒說年齡差 他 十三年 十五年 誰大一點 當然是男的大個女 當然是老公大一點 然後那個老公 又很開放 讓他拍些什麼寫真集 讓他開公司 又不管他 不是 他的公主同好 讀樂樂不如中樂樂 不斷給他Crossplay照片上網的 一起分享 這些老公真是 嗯 炫耀而已 我也覺得是 炫耀而已 又不是裸照 對 嗯 你說淫焦流出就糟糕了 見證了赤松 怎麼跟電腦作畫 才可以省時間混淆女 這個厲害的現象 知道 但當然 其實跟漫畫家 有些美妻都 好像 比田維一樂的老婆 都蠻漂亮的 繼續 講完 繼續 講完 這麼快 我通常不是說美田 其實很多人集中 為何會這麼集中 只是講赤松 你不會很少會講美田 美田的老婆是漂亮 美田的老婆也是漂亮 有幾個真人手知 赤松的樣子 其實都蠻是蠻形濟的 但美田就 嗯 可以 不要這樣說 別人賺錢很多 我知道 我們只是說樣子 美田的老婆 人家欣賞她的才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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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你說赤松 你說是因為 當然是因為 她老婆是 在桌上 你不跟其他漫畫家的家人 那麼低調 比較高調 然後她老公又不介意 當然 當然 她老婆就要開生意 做產品 她老婆好像有一間店 COSPay的店 還可以賺錢 真的 兩個老婆浪頭都不差 而你說 為何反響這麼大 是因為 絕望老師那個作者叫什麼 絕望老師 她忘記了 她忘記了 大家忘記了 她忘記了 她要做生前制才可以 很多人好像很妒忌 九偉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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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曾經是 不知道是 她說過 她的動畫有生前 不會動畫化 因為很多人 是把九偉田 和赤松健是做比較的 因為她們的畫的風格 都是一個比較簡單的結構 但是 為什麼 這麼大對比 就是說 錦偉田圖了這麼多年 她的作品 又不是說不有趣 她的故事裡面 是有些東西說出來的 但是 竟然比不上一個 就是我純相畫女 沒有重點 還要請她一個美女 絕望老師 所以她不是 絕望老師 就是 其實是 她們的蠟喊 糟了 那就是這樣 可以開一集說一下 九偉田 又開坑 沒有 Mandia 那一集還沒說 什麼 紫初 紫初還沒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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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初還我只認識她舊底的那本 Bread Cat Bread Cat很不錯 我挺喜歡Bread Cat 但她動畫化變壞了 所以你說 當然你說赤松的作品 其實動畫化通行是死的 不知為何 因為我覺得 可能因為本來她的結構簡單 那些人照回 可能是動畫化的時候 因為她加太多自創元素 亂動七八糟 第二第三鬼 就是原創劇情 也不是作動畫劇情 不 就是作原本主成劇情 所以亂動 但是整體上 我不知道 赤松好像說 好像剛才有馬所說 她現在是 專門做電子上的漫畫 但是其實 她現在就寫了 現在就 不見她有什麼新作 可能變成生意人 可能上了岸了 可能 我覺得之後 都未必會有什麼 現在沒有簽約她 但我覺得她的生意又不用理得這麼厲害 應該是絕對有時間畫那一套 你要明白 我覺得 上了岸就不想畫 不是 她可以在短短一套作品之間 她的角色全部都是copy出來 你很難擔保第三套寶 如果再copy出來 就被人告訴她 她沒有了 可能她怕自己出事 所以不要說 事不過三 不要搞這種事 當然我覺得 其實畫一個新的樣子 應該對她這些 有職業漫畫家功力的人 應該不算太難 但是當然不知道 是她在默謀一套新的作品 還是 真是光榮才盡 她後來畫了三十幾個女角 她沒有那麼多時間 就想過新的女角 這次是南國可以嗎 這次 Bio Bio 一個女角 三十幾個男角 不行 不行 好 今集到這裡 看看我們日後有沒有機會再說 其他的漫畫家 其他成功惡失敗的漫畫家系列 你最想說自取 好 我們下集再見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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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下集再見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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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下集再見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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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下集再見 Bike Bye Bye 我們下集再見 Bye Bye 好 我們下集再見 Bye Bye 好 我們下集再見